第1326章 拜师 三年的时间转眼即逝 三年前陆陆续续进入了宝库之中的叶家众人也都相继回归了 尤其是传闻叶琼更是从宝库之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一回来就立刻进入了闭关的状态 很快 关于叶琼得到了一个古字的传闻也都流传出去了 这些事情本身就不是什么秘密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人都看到了 至于这个古字之中蕴含着什么秘密 就没有人知道了 甚至在还没有练话之前 连叶琼也不知道 不过有一个人同样知道这个秘密 那就是叶熙文 那个豆子已经被他踏印进了他的脑海之中 虽然光就为了踏印那一个豆子 就已经将他身上所有的灵精给消耗一空 这一个豆子果然是和五字细出本源 两个字在叶熙文的脑海之中相互交相辉映 而随后叶琼以一达三 完全压得疼 通天三人毫无脾气的事情也一起曝光出去 一时间叶家上下士气大涨 难罢天之名再度为人所津津乐道 而在这些传闻之中 关于叶熙文的一些传闻也犹如是水漂一般淹没在诸多的传闻之中了 因为和叶琼的耀眼相比 叶熙文也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当叶熙文回到叶家的时候 叶军海他们都已经回到了落叶城去了 他们本来就是来参加百年一次的祭祖大典的 并不会在这里常住 不过叶熙文落脚的点 还是选在了落叶城分家在主家的那个联络点 那个院子之中 这一次的宝库之行 叶熙文收获极大 甚至比起叶琼还要大得多了 不过他也没有时间休息 才刚刚回到小院子之中 就接到了执法堂传来的消息 叶振天要见他 叶熙文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既然如此 变去了就是 叶熙文赶到执法城之中 和三年前没有什么分别 依旧是这样子 只是这个时候 叶熙文的心态和当时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的叶熙文不过是一个法相镜三四重天的小子罢了 而现在早已经能够搏杀半部天人镜的存在 不要小看了半部天人镜 真正的天人镜高手很少亲自出手 往往往都是在闭关之中 所以各大机构往往真正当家的就是半部天人镜的高手 可以说是骨干和栋梁级别的存在了 这一次 叶熙文没有见到叶熙文 听说叶熙还在闭关之中 似乎所有的天才 现在都在闭关 或者准备闭关 一切都为了几年以后的王庭争霸 那才是整个人族的天才的一次交锋盛会 如果能在其中展露头角 无疑能够瞬间名扬整个人类疆域 甚至名动荒谷 叶熙文很快进了执法殿 见到了叶振天 叶熙文见过堂主 叶熙文行礼道 我听说了你在宝库之中的表现 好 好得很 叶振天翻了翻桌面上的一卷资料 叶熙文随意瞥了一眼 却发现居然记录的都是他的资料 其中有许多都是他在宝库之中的所作所为 心中顿时微微骇然 他还是小看了执法堂的情报机构 不过好在叶振天也没有什么恶意 不然的话 这可就麻烦了 真不愧是我执法堂出来的 叶振天说道 叶熙是你杀的 叶振天一问就问到了最为核心的问题 虽然当时叶熙文斩杀叶兴没有任何犹豫 但是毫无疑问 叶兴这样的天才的阵王 肯定会引起不少高层的注意 更别说 他还有一个高层的老子 叶钱 叶熙文没有丝毫犹豫 点头说道 是的 因为当时他图谋要暗算我 我也只能自卫反击了 叶振天见叶熙文没有犹豫 眼中闪过几分欣赏的神色 如果刚才叶熙文隐瞒了 反而会引起他的不快 从而对叶熙文看低一层 虽然自我保护是需要 但是也得分情况 如果连他都不能相信 那这叶熙文的心机也太深沉了点 这样的人是或不是福 既然是这样 那杀了也便杀了 居然敢暗算你 叶振天没有对叶星的死有任何的惊讶 他居然要暗算叶熙文 这不是在作死有事什么 不过你可要知道 虽然我这边不会追究 但是叶前那个老鬼 只怕不会善罢甘休 他培养叶星数百年 好不容易将他拉出来 就在要名动叶家的时候 居然被你给宰了 现在恐怕已经要暴动了 叶熙文脸上露出几分苦笑 但是随即说道 那便让他来好了 好 说得好 我们执法堂的人 怎么可以怕了那个老鬼 叶振天哈哈大笑一声道 只不过那个老鬼 一贯做事不守规矩 要是他不顾身份 暗中朝你下手 那就糟糕了 想到这里 叶振天沉吟了一下 说道 叶熙文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叶熙文心头一震 拜叶振天为师 这可和之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在这个世界 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同样的 一旦被叶振天收为弟子 那么他在执法堂的地位 也将水涨船高 就和叶熙空拜家主为师一般 都是一件大事 当年叶熙文在真武学府的时候 拜葬星子为师 后来葬星子就多番相助于他 为了他更是不惜和其他大佬翻脸 这意义自然也不相同 不过叶熙文也没有犹豫多久 当即叩拜下来 徒儿见过师尊 这世界可不讲究终身 只拜一个师父 所谓达者为先 就算葬星子在这里 也会同意他拜叶振天为师的 好 好 好 叶振天爽朗大笑道 看向叶熙文的眼神之中 充满喜爱和欣赏 之前叶熙文 只是他执法堂之中的一个下属 现在却是他的弟子 那自然不一样了 在这个世界之中 有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说法 同样的 弟子也几乎是等同于是子女的 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中 很多武者 因为自身太过强大 终身不娶 或者不嫁 弟子就等于是他们的后代 现在你是我的弟子 谁敢动你 那些老家伙 我帮你挡着 他们要是敢动你 我就打上门去 打他一个天翻地覆 叶振天豪气的说道 这份豪气也感染了叶熙文 有这样一个师傅照着他 有很多事情都好办的多了 不过那些年轻一辈的小子 就得你自己来对付了 这些也都是你磨练的内容 如果连这些人都没有办法对付 那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叶振天道 那是自然 师尊已经帮我挡住了那些老一辈 如果连剩下的这些人 我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我也没脸见人 叶熙文至地有声道 好 说得好 不过你修炼的时间毕竟还短 比起叶雪他们 你或许还算拔尖 但是和五霸那五个小子而言 你还是差了不少的 叶振天身为执法堂堂主 眼界自然极高 等闲人根本就不能入他的法言 也就是五霸那样的顶尖存在 才能让他记挂在心上 他并不糊涂 叶熙文修炼的时间还短 将来或许会一飞冲天 或许连神之子都能击败 但是现在的他还是一只雏鹰 需要保护 将来有他一飞冲天的时候 不用急于一时 叶熙文也不惊讶 因为他的目标 也是五霸级别的存在 既然你已经是我的弟子 那么以后 我将亲自指点你的修行 叶振天说道 我也看过你的资料了 从你回归叶家以来 修为一路突飞猛进 这样固然厉害 但是同样的 也留下了不少的隐患 叶熙文刚想说不可能 却见叶振天说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的根基很扎实 确实是我平生所谨见 但是你要明白 武道修行意图 绝对不仅仅是武功的修炼 武技的纯熟 我问你 武道的本质是什么 武道的本质就是逆天改命 向天夺命 叶熙文说道 叶熙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脱口而出 对于许多人来说 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 但是叶熙文不一样 他从很久以前 身边就有叶末陪伴 所以他的眼界 也远比一般的舞者 更要高得多了 从一开始 就站在很高的起点 来看待武道的修炼 这效果自然非同凡响 没错 武道的本质不是豪勇斗狠 甚至都不是什么上古先民为了生存 而创造出来的搏击技巧之类的屁话 本质上就是逆天改命 我们人族是出了名的短生种 如果不修炼的话 那么就算是在充满灵气的地方生活 也不过是能活过短短百年 说到底人都是怕死的 为了活下去 活得更长 才创造出了种种的修炼方法 向天夺命 这才是修炼的本质 至于各种武技和招式 都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衍生出来的战斗技法罢了 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和真正的本质比起来 仍然是庞之末节的东西 真正的核心就是体悟天道 从而有一天能够逆天改命 改变这一切 从而达到永生的目的 叶振天为叶西文讲解说道